Conversion Webhook 最后会再回收一下刚才的简单案例 来做一下观察 实际上加入Conversion Webhook之后会变什么样子 Kubernetes的CRD 我们先对Conversion Webhook做一个简单的定义 Kubernetes的CRD可以让使用者去自定义新的Resource 每个Resource底下它的不同版本可以有不同的结构 不过需要注意的点就是 即使它有多一个不同的版本 但是Storage实际上都只会存到同一个版本 所以说Conversion Webhook就是用来帮我们做这些版本之间的切换 但这个后面还会再提到比较详细的 那我们回到标题的 什么时候我们会需要这个Conversion Webhook 就是我们想要在多个版本的切换之间支援新的栏位 或者是想要将旧栏位改名啊改结构 但是我们不想影响到目前现有的使用者 那想要稳定地去推进这个版本 那毕竟不会想说新的版本推出就让旧的使用者突然没办法用 一定要更新它会造成一个服务的中断 那第三点 第三点呢就是我们实际上在开发的时候所遇到的一个问题 就是在同一个Cluster下我们有多个不同的Controller 它们各自去支援不同版本的CR 所以导致说我们会需要一个Conversion Webhook 来帮我们做到不同版本的兼容 我们用一个模拟的情景来贯穿这一整个演讲 假设我们有一个web server 那我们有一个需求是要帮它加一个IP白名单的功能 这时候我们就设计了一个HTTP的Proxy 躺在这个web server前面 这个HTTP的Proxy呢 它会需要一个service当入口 然后一个config map 来帮那个deployment part设定规则 不过我们为了方便管理 所以就又做了一个CRD 来帮我们去管理这个复杂的config 还有这些其他提到的KBiS的资源的调度 那我们这边会有两个栏位 Cider呢 用来管理我们的IP白名单 那Upstream用来指到我们后面的web server 所以目前我们有一个像是这样子的架构 User呢 通过ingress 然后借由subpaste来决定说 你要到DEV的服务呢 或是要到SIT的服务 那到SIT的服务或是DV的服务之后 就会经过我们刚刚所架设的Paste 最后才到我们的web server 不过这时候我们又收到一个需求了 如果说我们想要把一组的IP白名单变成多组 那我们就必须要去设计一个新的CRD 或者是修改旧的CRD 不过刚刚提到的直接修改旧的CRD的话 你的两个环境就一定会受到影响 所以我们选择新增一个第二个版本的CRD 那把SIT的栏位改成SITUS 允许复数个IP版本单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多版本CRD需要注意什么 首先我们在设定多版本CRD的时候 会遇到两个可以选的栏位 一个是served 一个是storage 我们先看served served可以去设置这个版本 它是开启或者是要关闭 如果说你设定成关闭的话 那你这个Kubernetes上面的这个版本的API 也都会被关闭 所以说你再去呼叫它的时候 它就会变成404 那使用的场景的话 有一个就是你在想要deprecate这个版本的时候 你可以先把这个版本不要直接删掉 而是先把served 设成false 那确定没有影响到其他的服务之后 然后呢也确保不会有新的request进来 或者是修改这个版本 那你就可以安全地把这个served 的served false的版本给deprecate掉 那storage就是我们刚刚提到 它在多个版本里面 它一定要选择一个作为它的storage的版本 那在Kubernetes里面在储存 这个整个CRD的内容的时候 都会先把你指定的所有版本 转换成你指定的storage版本 之后才存到etcd里面 不过刚刚提到这个转换这件事情 就是看到CR 我们就回到看到CRD上面有conversion strategy 那预设的情况下会是none 就是没有任何的转换策略 它只会把我们的那个CRD上面的版本 像是v1改成v2 那不会去动到其他的栏位 那webhook这个策略 我们等一下后面会再提到 我们先来看一下 如果我们只有用none的话 会有什么样子的问题 我们会用刚才的那个案例当作举例 我们有一个v2的proxy 那像我们刚刚说的 我们把v2的proxy设成siders是两项 是复数的 这次再去get回来呢 也是跟刚才如预期一样的 因为我们storage版本是v2 所以说存v2进去拿v2出来 没有问题 不过如果说我们在storage是v2的状况下 去新增一笔v1的资料 那这个时候就会发生conversion了 我们尝试着去把v1的 我们尝试着把v1这一笔 储存进去Kubernetes里面 再尝试着去把它get出来 不过Kubernetes预设的版本的priority 是用大的优先 所以说v2的priority比v1高 所以说我们要指定它的全名 才有办法去get到v1的版本 我们会注意到一件事情 它在从v1转成v2的状况的时候 sider的栏位就被print掉了 因为转成v2的栏位的时候 v2没有sider这个 v2只有siders 它没有sider的这个自算栏位 所以说会造成这个影响 所以说刚才那个状况 就很明显的 我们储存进去Kubernetes 那Kubernetes跟我们说成功 结果我们的栏位不见了 这是没有办法接受的 所以我们回到conversion webhook的另外一个策略 就是webhook 这个strategies呢 它是使用外部的webhook来帮忙你去转换CR 你可以选择使用cluster内部的service 或者是你独立 直到外部的一个URL上面也是也可以的 然后跟其他的Kubernetes的API一样 强制是一定要使用https的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在开发这个conversion webhook的时候 会需要注意什么事情 就是所有的sert的版本之间 都要能够自由转换 而且不能遗失资料 那这时候就有一个疑问 假设说我有12344个版本 那是不是就要做到1能够转234 2就要能够转134 那4的话就要可以转123 这样子自由转换 是不是表示说我有n个版本的时候 我就要有n乘以n-1这么多种转换规则 我们看一下一般在Kubernetes里面 大家是什么做的 大家会先再做一个hub的版本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想要从v1转成v2的话 会先经过hub 就是v1转成hub再转成v2的版本 以这个例子来看 它将storage的版本v1作为hub 所以说我们想从v2转成v3的状况下 就会先从v2转成v1再转成v3 例如说如果说我们是用v2 v1的版本要转成v3的话 就可以直接从hub的这个版本 storage的v1转成v3 不过这边也另外推荐一个我们的做法 就是每一个版本之间 它都只负责管理跟它相邻的上一个版本 或者下一个版本 也就是说v1它只负责可以转成v2 v2就负责可以转成v1和v3 如果我们今天多了一个v4的话 那么我们也只会影响到跟v3 就是跟它相邻的那个版本 而不需要去动到v1跟v2 那如果我们今天想要deprecate掉v1跟v2的时候 我们也不会影响到后面的新的版本 不过有一个缺点就是 如果我们想从v1转成v4的话 就会经过四次的转换 那我们了解完刚才 conversion webhook设计时要注意的一些问题之后 我们就回到这个设计API最重要的部分 我们要把API开在哪里 还有input跟output是什么 conversion webhook呢 它会是一支HTTP的JSON API 我们可以在CRD上面去指定 它的服务在哪里 它的配置在哪里 Default port会在443 然后呢 conversion review的versions 可以决定我们的input和output 所以说这边的话有v1跟v1 beta1可以选择 不过v1 beta1是在1.16 就已经弃用了 所以说我们在这边基本上只能看到v1 而这个conversion review的v1版本 就是我们实际上的API会收到的一整个struct 也是我们response回去时的struct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的request会过来给我们一些什么资料 一个是最重要的是这个 design的API version 就是告诉你说 它想要把这个object 转成哪一个版本 我们的工作呢 就是负责把object 转成converted object 转成它design的版本之后呢 放到response的这个结构里面 不过要注意 然后呢 object里面的内容呢 就会是你的CR的内容 不过要注意的是这个CR的话 它不会是每一个 它不会每次都是完整的内容 所以说你在写这个conversion webhook的时候 要注意一下 有时候你可能会没有拿到metadata 有时候你可能spec里面的每个词 并不是每次都有的 那这个会发生在那个 你apply的时候会有一些field manager 有一些不一样的影响 那这个我们现在还在跟它奋战中 不过主要就是要注意说 它开发的时候 是有可能会少栏位的 那UID呢 就是帮助你去trace的 那只要把UID 原封不动地填到response就可以了 好 再来回到刚才的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storage的版本 既然要能够无缝转换 但是有时候呢 又有一些新的栏位是旧栏位 storage的版本没有的 那你要把它存在哪里 像是刚才提到Siders 它如果转成Sider的话 那它从复数转成单数 就一定会有资料的遗失嘛 所以说我们这时候可能就会 需要去借助一些第三方的储存装置 来帮忙我们去存这些遗失的资料 或者是可以直接利用 Kubernetes原生的annotations 来帮助我们存 像是我们这里 就做了一个annotation 叫status 叫state 那state里面呢 就是我们从 Siders转成Siders 会遗失的那个资料 这样子我们放annotation 下次我们想从Siders 转回Siders的时候 就可以参考这里的annotation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实际上在加入Conversion Webhook之后 我们的一整个流程 会是像什么样子 一开始我们的Kubernetes API Server 会去Watch ETCD的变化 这时候我们用户使用Kubernetes CTL 去新增一笔CR Kubernetes API Server 会负责检查完这个CR之后 发现如果说不是Storage的版本 那它就会经过Conversion Webhook 把它转成现在 所Storage的那个版本之后 才存进去ETCD 那么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个 有一个DEV 还有一个SIT的案例 加入Conversion Webhook之后 它整个流程会是什么样子 假设我们现在有三个版本 那V2呢是我们Storage的版本 刚才的这个情景呢 我们的DEV里面有自己的Controller 那SIT也有自己的Controller 假设我们的DEV 现在使用的是最新版本的V3 因为我们现在开发 使用到最新版本 那SIT呢这个串接版本 可能还没有更新到最新版本 所以它还是V1 不过我们现在Storage 已经改成V2了 所以说这整个流程呢 就会像是这样子 当使用者新增了一笔V3的资源在 任何版本的资源 在DEV的这个namespace底下 API Server 因为那个Controller呢 我们会去Watch Cruple API Server 那API Server 有变化的时候 就会被它捞到这个Event Create CR的Event 这时候Controller就负责 去跟Cruple API Server 取得这一笔CR 那并且是指定说 它要V3的版本 那Cruple API Server呢 就会从Cache里面拿出 这个CR 然后发现 我们存的版本是V2 所以说它需要 藉由Conversion Webhook 去帮它转换成V3之后 再回传给这个Controller 那Controller拿到V3的版本的CR之后 它就可以去做出 它相对应需要做的操作 也就是我们刚刚说 Create a Proxy的部分 好 好 差不多了 这样子我们就借由Conversion Webhook 来帮我们达成这一整个新的架构 好 感谢大家 那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欢迎现场问问题 如果目前没有的话 就是我们讲师应该也会稍微 就是待在这边一下 有问题的话也可以撕下来 问这样子 点赞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